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再来介绍一种世界百大入侵物种里的明星 就是福寿罗 可能好多人看新闻都知道福寿罗 这家伙名声确实不打地 说有些个黑心商贩会拿福寿罗冒充田罗 以刺虫好,欺骗消费者,特别不厚的 另外说福寿罗含有大量的寄生虫 美智里面可能就含有6000条寄生虫 吃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疾病 所以有专家不建议吃福寿罗 一般这样的报道比较多 不过实际上,这么报道福寿罗 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 我觉得也没必要给他们一棍子打死 所以关于福寿罗跟田罗之间的事 包括能不能吃,好不好吃的话题 待会儿咱可以展开说一下 那么其实来说福寿罗最坏的明星 并不在吃这方面 而是作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 他们对生态造成的破坏 尤其是东亚还有东南亚地区 可以说那是深受其害了 因为这些家伙对水稻破坏特别大 是一种非常难缠的农业害虫 这就是他们入选百大入侵物种的直接原因 也是大多数人对福寿罗的刻板印象 不过实际上呢 福寿罗这种动物啊 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比如在他们的老家 南美的沼泽湿地 其实福寿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 简直就像湿地守护神一样 要没有他们的话 像什么水豚啊 凯门鳄 还有各种鸟类 包括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 可能都会有麻烦 也就是说人家福寿罗在南美老家 形象还是非常正面的 属于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你看这事就很少有人知道 是吧 然后再一个呢 就算入侵到了其他地方 福寿罗偶尔也能办点正事 比如有那么一种宾威的猛琴 就多亏了福寿罗才脱离了困境 而且他俩之间还上演了一出好戏 就连生物学家都觉得是开了眼了 感觉特别神奇 很值得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这下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福寿罗 那么既然福寿罗是入侵物种 名声还那么差 怎么就起了个名字叫福寿罗呢 它到底有什么福 有哪来的寿呢 哎 其实从这名字 大家就知道它是怎么来到亚洲了 你比如说南美有种树 叫马拉巴利 叶子很好看 有人想当成观赏植物来买 但是叫马拉巴利 谁会想买啊 是吧 改叫发财术买的人就多了 它是这个道理 所以福寿罗当年来亚洲 也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 说当时大约是四十多年前 有人从阿根廷引进了这种淡水罗 想搞点养殖业 供应餐饮市场 商人们为了好推广呢 就给它起了很多名字 什么金宝罗 元宝罗 福寿罗之类的 总之就是想给食客们创造点好异头 为了好卖而已 结果没过多久啊 养殖户发现这玩意大家不怎么认 打不开市场 就把养的福寿罗都给放生了 随便扔到河流水渠里不养了 可是这外来物种你随便放生 它很难不出事是吧 尤其是福寿罗这家伙呢 生存能力特别强 因为它们既可以用腮呼吸 也可以用肺呼吸 所以不管是水量大的江河湖泊 还是一般的水田沟渠 它们都能生存 遇到枯水期的话 它们钻到泥里去 也能活半年以上 很不容易死掉 然后吃的方面呢 福寿罗也是典型的杂食行动物 一点都不挑食 新鲜的嫩叶子它们爱吃 腐烂的植物也可以 偶尔也会吃一些水枣啊 小虫子之类的 甚至水里随便有点有机物碎屑 它们都能活下去 总之生命力特别强 而且再一个来说呢 说福寿罗的繁殖能力也很厉害 它们的卵可能好多朋友见过 是一些特别鲜艳的粉红色的卵筷 一般出现在水生植物的茎叶上 或者岸边的石头啊 湖泊上 然后卵筷大小呢 有大的也有小的 里面卵的数量 从几十粒到几百粒不等 看起来有点像桑圣那种感觉 识别度非常高 至于为什么是粉红色呢 可能你也想到了 没错就是茎高色 这颜色一看就有多是吧 它里面确实含有神经毒素 一般没人敢吃它们 然后像这样的卵筷呢 一只福寿罗 每年最多能产二三十块 差不多两周时间就会复化 算下来就有成千上万的后代了 乌羊乌羊的全都涌到水里去 而且这些家伙 个头还特别大 随便就能有五到八厘米 甚至更大的能有十几厘米 你可想而知是得有多能吃啊 是吧 所以福寿罗对入侵地的水生植物 特别是水稻央苗 那绝对是灾难级的 所以问题来了 福寿罗这么能吃又这么能生 在原产地怎么容得下它们呢 哎 好多人可能会想到天敌的事 说南美老家天敌多 所以它们撑不了气候 不过实际上天敌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更重要的 其实福寿罗在南美老家 简直就跟换了个罗似的 咱一起去看看 说福寿罗在南美呢 叫金苹果罗 说它们长得像个金色苹果一样 生物学分类是软体动物们 副足缸 竹扭蛇目 苹果罗科的福寿罗鼠 这种一共大约40种大水罗 都叫什么什么福寿罗 或者什么什么苹果罗 其中咱们今天的主角 学名叫Pomacia canaliculata 只有它入选了世界百大 入侵物种 不过实际上 这属所有的成员 甚至说苹果罗科的所有淡水罗 基本都有成为入侵物种的潜力 所以好多地方都出台了进口限制 得防着它们 不过在它们的原产地呢 那就完全不需要防了 比如世界上最大的师弟 潘塔纳尔师弟 这儿的福寿罗 就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它们平常吃什么呢 主要吃那些沉在水底的 腐烂的冻植物残骸碎片之类的 相当于是个清道夫的角色 基本不怎么吃新鲜植物 所以这就很奇怪是吧 为什么福寿罗在老家日子 过得这么苦呢 原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地的植物 说当地好多植物都含有本分类物质 这些成分对食草动物有毒性 起个防御作用 福寿罗也怕这个 不过一旦这些植物腐烂掉呢 毒性就会下降 所以它们才专检腐烂的来吃 这样更安全 然后入侵到亚洲呢 这边的植物可就没这个问题了 福寿罗自然也就可以敞开吃了 食物来源更充足 营养更丰富 所以才混得这么好 它是这么回事 而且福寿罗在南美老家 因为食府这事 还承担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说潘塔纳尔湿地每年到了旱季 水位就会下降 整个就变成个大草原了 就生了些萧水侄子 这是湿地最难熬的事情 然后等到了雨季呢 湿地水位开始回升 很快就把草原给淹没了 湿地也准备要恢复升级了 但是这时候啊 有个大问题 就是旱季草原上那些草 都泡在了水底下淹死了 然后这些草腐烂分解的过程啊 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 直接就把水里的溶解氧都耗光了 从而导致整个水体 都出现缺氧的情况 你想这水里都没氧气 还怎么复苏啊是吧 哎 这时候呢 就是浮瘦罗时间了 缺氧也能复苏的就是他们 刚才咱说了 说浮瘦罗有两种呼吸方式 既能用腮也能用肺 而且他们这肺呢 还配了一根肺管子 伸缩款的 最多能伸到八厘米左右 水里缺氧也没关系 把这肺管子伸到水面上 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非常方便 然后吸满一口气之后呢 浮瘦罗就准备开工了 他们直接沉到水底 开始狂吃腐烂的植被 净化水体 多亏了浮瘦罗们 夜以继日的工作啊 这才让湿地生态恢复了健康 所以说浮瘦罗在老家呢 不但不搞破坏 简直都有点全村人的希望那意思了 功劳特别大 当然了 动物家可没有功劳大小这一说 你功劳再大也有人吃你 比如说湿地的好多鸟类 像是央鹤罗井罐之类的 他们就喜欢吃浮瘦罗 至于说嘴里那只浮瘦罗 是不是刚刚拯救了湿地 一点都不重要 吃就完事 甚至来说 就连南美湿地的大佬凯门厄 其实也爱吃浮瘦罗 你想就他们那个咬合力 咬碎个罗壳不跟玩一样是吧 所以猎物少的时候 他们就会搞点浮瘦罗来当零食 那么浮瘦罗的捕食者当中呢 有那么一种最特别 得专门提一下 就是罗鸢 因为罗鸢基本上百分之百 是以浮瘦为食的 几乎就只吃浮瘦罗 而且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罗鸢和浮瘦罗之间 还上演了一个奇迹 咱接着往下说 那么从罗鸢这名字 就能看出来 他们是一种专门吃罗的鹰 而且主要就吃苹果罗克的 各种苹果罗和浮瘦罗 然后因为这个实性呢 罗鸢的嘴变化也很明显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们上汇比其他鹰 要更细更长一些 明显就是用来挖罗肉的 而且一看就比你吃田罗用的牙签好用多了 所以他们吃罗的效率非常高 就跟嗑瓜子一样 那么既然专门吃罗 那罗鸢的栖息地也就很明确了 他们就生活在湿地沼泽这些地方 有时候站在枝头上 有时候在半空中飞着 然后随时撒磨着水面 看有没有哪个倒霉的浮瘦罗 正好爬上来换气 然后跟其他鹰一样 一旦发现猎物 罗鸢就会像扑兔子一样扑下来 用爪子把腐兽罗摁住 然后带到安全的地方再吃 通常他会有个固定的树桩树枝 作为自己的小饭桌 每次都会同一个地方吃 所以罗鸢的饭桌下面 经常会堆一大堆罗壳 特别的震撼 真就跟嗑了一堆瓜子皮一样 那么说罗鸢实性这么单一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比如佛罗里达的罗鸢就遇到过大麻烦 说上世纪初那会儿 人类扩张干扰了湿地蓄水 导致好多湿地变得很干旱 这就让当地的佛罗里达苹果罗很不适应 数量下降了很多 那么这种苹果罗呢 是当地罗鸢的主要猎物 苹果罗少了 当然罗鸢也就少了 说196070年代 佛罗里达罗鸢甚至连一百只都没有 差点就灭绝了 不过后来呢 终于有了转机 而且这转机来的吧 还特别莫名其妙 说2005年以来 有一种南美的复兽罗入侵到了佛罗里达 叫班复兽罗 学名叫Parmacia maculata 这货比佛罗里达苹果罗要大很多 差不多和入侵亚洲的复兽罗一个级别 而且这些家伙呢 比本地罗还更耐旱 然后繁殖能力也强了几十倍 总之就是特别有竞争力 所以很快就取代了本地罗 占据了主导地位 本来物种入侵是坏事是吧 可是科学家们呢 倒是发现了个好消息 就是罗鸢有新的食物来源了 数量也开始回升 没过几年啊 数量就增加到了一千只以上 到2022年已经超过三千只了 就很惊喜 而且啊 除了罗鸢变多这个惊喜之外呢 科学家们还有个惊喜 因为新来的班复兽罗 比本地苹果罗大太多了 差不多能大五倍 对当地罗鸢来说其实并不合适 吃起来很费劲 但是结果呢 大约也就不到十年时间 罗鸢竟然变了 平均体型增大了12% 惠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已经可以轻松捕猎 班复出罗了 这让科学家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可思议呢 因为自然演化这事啊 它是一个非常随机 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算罗鸢会适应环境变化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出现有用的突变是吧 绝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而且再说了 罗鸢大概要五年才能繁殖一代 就算真有个体发生了基因突变 也绝对不可能这么快 就扩散到种群里去 这是让科学家们惊喜的点 所以科学家们 到底在惊喜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们研究 表形可塑性的一个好机会 表形可塑性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一个生命体长什么样 不光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 还跟基因怎么表达有关系 而这个基因表达 在个体一生当中 是有可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这就是表形可塑性 罗鸢发生的变化 可能就来自于这个 而且有时候呢 有些变化也会遗传给后代 这就是表观遗传学的理论 也就是说拉马克主义的 用尽废退啊 按最新的认识 它也是有道理的 罗鸢的会 可能就是一个 越用越进步的例子 那么对于入侵物种啊 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叫打不过他们 就吃掉他们 可能好多人听过 而且这种呢 咱之前也说过一些 比如说狮子鱼啊 泰国吐狮 月前水母等等 都是之前讲过的 这些家伙虽然是入侵物种啊 但也都有美食属性 按道理是可以吃的 只不过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 往往都被忽视了 所以生态学家 经常会呼吁大家多吃它们 既可以减轻生态压力 又可以变成食物来源 一举两得 那么说到浮兽罗的话 还能打不过就吃掉吗 其实完全可以 可能有观众说 新闻里不是不让吃吗 说有很多寄生虫 吃了会得广州管源献虫病 你怎么还说可以吃呢 实际上 咱们好多新闻报道 确实造成了一些误会 首先说浮兽罗当初引进来 本来就是作为食用罗 是吧 当年被弃养也不是因为 它不能吃不养的 而是因为市场不认可 才都不养了 它本身没什么问题 然后再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肯定是寄生虫 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大的误解 浮兽罗含有大量寄生虫 这个确实没错 所以专家的建议呢 是一定要煮熟了再吃 如果没煮熟 没煮透的话 就有治病风险 是这么说的 但是并没有说浮兽罗不能吃 结果有些报道啊 可能也是为了博焰球 直接就说千万不能吃 其实没什么道理 而且你想就算是田螺 它也有寄生虫 是吧 煮不熟吃了同样会生命 包括像猪肉啊鸡肉啊羊肉之类的 谁都知道不能生吃 这属于是常识 所以对于浮兽罗 我觉得不应该宣传它不能吃 而是应该宣传怎么吃 才能保证安全 那么从我找到好多资料来看啊 基本上废水煮15到20分钟 会比较保险一点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但浮兽罗之所以闹出这么大动静呢 也跟个别黑心商贩 拿它来冒充田螺有关系 因为浮兽罗个头比田螺要大很多 要是拿田螺的吃法做浮兽罗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杀不光寄生虫 这就很容易出事 然后再一个 因为浮兽罗犯滥成灾啊 自然就比田螺便宜很多 拿浮兽罗当田螺卖 本质上就是一种欺诈行为 性质还是非常恶劣的 所以这么一来呢 怎么区分浮兽罗和田螺 就很有必要说一下了 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大家主要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形状 田螺长得比较尖 浮兽罗长得比较扁 这是它俩最明显的不同 第二是颜色 田螺罗壳一般有点发青 浮兽罗呢 一般有点发黄 有这么个区别 最后第三点 说它俩壳的硬度也不一样 田螺比浮兽罗更硬一些 浮兽罗壳比较脆 一般对比这三点就能区分开了 总之来说啊 浮兽罗作为一种入侵物种呢 如果能靠吃解决一些的话 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东南亚那边 浮兽罗就吃了很多 也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不过一般都是先彻底煮透了 再拿去烤了吃啊 或者调成其他口味 大家都有要彻底煮熟的意识 把它变成常识 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据说还有些法国餐厅 甚至有在考虑用浮兽罗 代替蜗牛 当然不是招摇撞骗 是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 总之接受的人多了 对付这些入侵物种 可能就更容易一些了 好了 既然浮兽罗危害这么大 得有点应对措施了是吧 那么民间最常见的办法 就是直接下天去抓 而且通常是晚上 带着个头灯去抓 因为浮兽罗一般晚上 才出来吃东西 当然这个办法呢 就比较辛苦一点 而且有些个头小的 容易漏掉 剪不太干净 所以怎么办呢 哎 这就得请动物专家们 和农业专家们 给想想办法了 比如动物学家就发现了 说浮兽罗如果水太浅 或者没有水的话 它们通常没那么活跃 破坏力就会小很多 所以利用这一点呢 就出现了个新方案 就是刚查阳那会儿 田里先不要灌很多水 只要保证不干就可以 田里没有积水 浮兽罗就不会出来吃羊苗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 等羊苗长高了一些 再灌水 这时候苗杆硬了 浮兽罗就啃不动了 这样可以减少损失 而且据说这个办法 额外还有个好处 就是浮兽罗啃不动羊苗了 它会去吃其他杂草 相当于帮忙除草了 听起来就很完美 当然要想减少浮兽罗数量呢 也可以考虑请一些帮手 比如泰国有个做法 看起来就很不错 说每季收完水稻之后 就会有成千上万只鸭子 被赶进稻田里 这些鸭子扫荡一遍 就会消灭掉大量的浮兽罗 还有一些其他害种 继续下一季水稻做好了准备 而且顺便鸭子们呢 也吃到了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 回去下蛋也就更有劲了 对农民和养鸭肠都有好处 是个好办法 所以说 这还是刚才提到的 打不过它们就吃掉它们 是吧 不管是鸭子吃还是人吃 那都一样 总之对于浮兽罗 这种有利用价值的入侵物种 怎么才能不浪费 最好也考虑一下